吴亦凡和杜美竹的瓜呢求垂得垂 在目前代言商务纷纷解约的重压下 再次爆出丑闻的吴亦凡 看起来已经没有了再寻生机的可能 就我个人来说啊 这样一个不尊重女性 玩弄未成年人疑似游走在法律边的明星 不论如何都不应该再被称之为idol idol是什么 她的原因是偶像 是理想状态 是粉丝们争相向往和热爱的榜样 但事实上啊 吴亦凡即使不接连爆出这样有为人伦刚常的丑闻 她也早已很难称之为榜样 不光是始终不扛打的利物能力 还是赖以为生的皮囊 那个先一怒马的少年Chris 也早已被叫成了炳炳 早年啊 吴亦凡颜值还是有过很能打的那个阶段呢 让我们来重头说起 15岁的他啊 长这个样子 最瞩目的问题呢 就是上河发育不足 吴亦凡原生最严重的呢 就是地包天问题 与这相对应呢 是过度发育的下颗 以及一刀切的下颗线条 因此呢 整张脸看起来窄却重 但除了和面之外呢 吴亦凡五官的细节底板 还是清秀分明的 高挺的梅宫 15岁时就已经骨感十足的比额角 作为启程转合的梅心呢 也是古性的伊托尔费软组织的附着 当时的韩国爱豆圈神媒 属于重皮不重骨 大部分的小鲜肉的脸 都泡在饱满骨胀的软组织里 走的是华丽幼泰的风格 这样一看呢 吴亦凡的上庭之鼻子的骨性支撑 还是非常充足的 眼眶古大 奠定了眼泪开阔的基础 他的眼型带了几分阴柔的明媚 一双眼睛啊 深情又轻挑 但他的铜人呢 又够大够黑 反而让这种深情 轻挑感大幅度的下降 甚至因此而伸出了几分纯情 他到韩国之后呢 为了出道 也是做过一系列的调整的 最明显的就是额骨部分 从原本的月亮脸 内凹上合 变成了基本平整的脸 正合手术呢 让他发育较大的下巴 也显得没有那么突兀 呈现了稍显自然的翘度 连接修长的下颌 整个外轮廓 朝着尖窄的 传统美少年风格发展 至于面部其他的部位呢 更多的是小面积的修修补补 但却能够把视觉中心 更向内脸集中 吴亦凡的脸呢 属于结构上的大变化 五官变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看他前后对比照 总共有一种哪里都变了 但是细节对比 又很难发现端倪的状态 但是不得不说啊 在当时刚刚出道的他身上 你能因为眉公额头 找到贵气 也能因为眉眼和五官的精致 找到少年气 还能因为下巴依旧略微前途 而带来的矫情 看出点公子哥不着四六的痞态 在机场上 六白菜的白衬衫 Kurisa应该是他的颜值巅峰了 但是回国之后呢 他果断的放弃了少年感 集中刻画的是 牙皮感极强的贵气 转而去接高涉带眼 但是牙皮贵气这种风格 其实门槛更高 少年感只要有几分结构 清晰眼神清明啊 都能承接的下来 但是一旦沾上柜子 外在修饰和内核 就需要紧紧相连 难度更高的外形路线呢 其实也代表着高收益 但是吴亦凡在这个阶段 却非常不敬业的发胖了 整张脸呢肿胀了起来 本来就紧窄的外轮廓 更是完全被肉感吞没 再加上长发 整个人呢都开始移化 但是呢 其实吴亦凡的移化和他的发胖 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后来即使瘦下来啊 还是有那种 拖泥带水的油腻感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第一个呢就是脂肪垫的下移 这和发胖是有点关系的 但也不是必然 因为发胖呢 结构性脂肪会体积增大 它曾经的苹果肌位置高悬 悬骨和苹果肌处 有横向的交接感 但现在呢 它的苹果肌和面颊脂肪 已经完全混杂在一起了 哪怕是在做表情 这两块脂肪的分解 也都不再清晰 巧合的是呢 这种面颊融为一体的皮肉感 是女性感最强的特征 年轻的时候 可以被称作宝蛮可爱 但是放在一张骨骼结构 支撑极弱的男性脸上 就生出了冗余和油腻 二呢是天生的弱像 吴亦凡的整体面容 都呈现质地雷若 内底虚好 它的脸上 不论是骨骼结构 还是五官形态 都难有男性荷尔蒙 旺盛的强势与粗力 下半部呢 收紧程度极高 侧脸毫无骨骼支撑 排除掉外在修饰 其实呈现的是极致的柔弱 五官上呢 它也属于唇部小且尖的类型 湄弓曾经是它的优势 但问题是呢 随着它年纪的增长 或者可以说 随着它自己打扮风格的自我放飞 它的湄弓存在感越来越弱 甚至有一个阶段 还用刘海完全的遮住了 鼻型虽然高挺 但是鼻子呢 整体B字狭窄 鼻尖小巧 同时因为面部脂肪过度风雨 反而硬衬的 更不如早年那般清晰冷冽 一话呢 与其说是它放纵的结果 不如说是它今生容貌 必经的一个过程 因为相由新生 我们说大部分的工业化流水线偶像 在作用了时代机遇 给予它的无限关注之后 总会去寻找一个方向新生 无论是外形的 还是灵魂的 但是吴亦凡却丝毫没有进步 始终利用着虚妄的关注 和一次次大众的宽容力 只追求着个体的满足与自由 而且底线呢 越来越低 这背后当然是自私自利 当然是得不配位 但我想 无论法律是否会进行审判 我们的舆论环境 也是时候结束这个 畸形的定流时代了